不好意思 我們看一下那個第三題 題目說在一個雅化物這裡 X2O3當中 XOO3當中 那麼X是位置的那個元素 那麼你已經知道了 他們主持的時候 X跟O的比例 質量比是7比3 請求出來X可是相同來的 好 那這個題目怎麼算呢 我先想一下 XO 欸 他說 他們的質量比是7比3 那你告訴我 誰比誰比7比3 是不是看他的那個原子量比例對不對 好 那氧的話是多少 氧不是16嗎 那U號他有幾個 他有幾個氧 3個 所以應該是16 乘上3吧 然後比上那個X呢 不知道 我就想去X 那U號兩條 所以乘以不少 乘以2 然後解X就可以了 那你懂 然後教他相同吧 所以就 3X他就變成了6X 會等於7X他就變成了 7X16X3 我不急的乘開 原因是因為我可以先約分 好 所以先約一下吧 用3約1 2再約 5 欸 不行 8 所以87多少 56 所以我知道大概是一個東西 大概是鐵 這樣會不會 可以啦 這個其實我做實在話 我可以告訴你那個經驗之談 這個題目就算我不知道要這樣算 你夾灰另外的東西也可以 譬如說 你覺得有沒有可能是氧 氧跟氧怎麼可能 合在前變成X2O3 對啊 然後鋁的話 鋁還有可能 因為鋁的話 兩化鋁的確是AL2O3 這個沒有問題 鋁油還有可能 鋁油不可能 鋁油的話一定是SO2 一定是二氧化鋁 不可能是這種2O3這種的情形 聽懂我講的意思嗎 啊自己最後的那個點的話呢 也不會 所以唯一最有可能其實是這兩個 鋁波停 因為只有他們的 他們兩個是正三架 這樣聽懂嗎 所以如果就 就算答案你的猜對 這兩個才對 鋁的怎麼樣 鋁的怎麼樣 對啊 因為當然他原子這樣太小 但是不可能 所以答案大家選的是鐵 下回啦 OK